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叫做化妆的力量 YouTube上很多美妆博主都有出这个主题 我也一直很想做 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化妆赐予了很大力量的人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 妆前妆后差别大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能让自己变得更美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化个妆吧 我不化妆的时候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四眼妹 拿掉眼镜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盲人了 所以我首先要戴美瞳 那在我这里呢 戴美瞳也是化妆的一部分 我只有化妆的时候才会戴美瞳 你们看 戴上以后眼睛立刻放大了 变亮了 整个人都感觉要嗨起来的呢 首先我们来填平一下毛孔 诶 突然反应过来只能画斑边脸 赶紧把另外斑边擦掉 把填平毛孔的妆前以打圈的方式 擦在毛孔粗大的地方以及有豆坑的地方 你们看没有擦的斑边毛孔就很明显 擦过的这边就是哑光隐形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擦一个能够均匀肤色的隔离 现在的隔离一般都自带防晒指数 所以我就不单独擦防晒了 这种隔离有润色的效果 如果你的瑕疵并不多 然后又懒得化妆 那光擦这个就可以很好地改善气色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皮肤底子很好的人光 这一步就足够了 真是让我等瑕疵皮嫉妒死了 下面用笔肤色深一到两个色好的遮瑕 调和绿色的校正去遮盖我红色的豆印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翻一下我之前专门讲遮瑕的主题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用这种小的遮瑕刷 沾取遮瑕膏一点一点地去遮瑕刺 这样出来的遮瑕会没有那么地厚重 这一块我遮完之后 发现颜色好像调绿了一点 所以我又重新调了一下 我们把瑕刺遮完之后 这个时候抓的刷子上 刷子上不就没剩多少遮瑕膏了吗 那么正好我们这个时候就用这种刷子 把刚才这的色块的边缘 预染看预染自然 老粉对于我说的这些 是不是已经快听吐了 我们再来遮一下泛红的鼻翼 不要重新去沾遮瑕膏 就用刷子上余下的那点 然后用较深的遮瑕膏 先来遮第一遍黑眼圈 这一遍的目的是统一一下 我们黑眼圈各种稀奇古怪的颜色 就是打个底 打个底 眼尾的暗沉也不要忘记 再用较浅的遮瑕膏 去提亮我们需要提亮的地方 注意是需要的地方 不要全部都提亮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遮盖住 黑眼圈或是眼带的形状 啪 东西又掉地上了 为什么每次都有东西要掉地上 好 这是一个黑眼圈 装前装后 对比 把遮瑕晾一亮 干一点 再上粉底液 我们擦粉底液呢 可以尽量地点多一点 分散一点 这样我们铺开的时候 也会比较均匀 还是那句说了800年的老话 瑕疵皮啊 一定要轻轻地拍粉底液 不要去学人家皮肤好的人 人家皮肤好 想怎么拍 就怎么拍 脖子啊 脖子不要忘记啊 尤其是现在夏天快到了 上完粉底难免会蹭掉 一点点遮瑕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再补一下 这样就更完美了 之前有看到粉丝留言 问我为什么总是用 左半边脸做错误示范 或素颜展示 它到底做错了什么 它没有做错什么 就是因为它丑啊 下面我会用海绵 把需要重点遮瑕 有明显瑕疵的地方 再压一下 这个效果特别好 特别遮瑕 但是有些许的厚重 我这里豆坑比较明显 也是需要压一下 那其他部分呢 我就用普通的 比较轻薄的散粉盖一下 好 现在是一个上完底妆后的 左右半边脸对比 这就是化妆的力量 我们来化眉毛 一般来说鼻翼的正上方 是眉头的位置 标记一下 鼻翼旁边和眼珠外延的 延长线是眉峰的位置 鼻翼外侧和眼尾的延长线 是眉尾的位置 好 三个关键点标好了之后 我们就从眉尾开始画起 因为这里是眉毛最深的地方 不怕下手太重 然后再慢慢地描到眉头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 把眉头画得太生硬 最后加重一下靠近眉公骨的这条边界 可以让眉毛更有立体感 接着画一下鼻影 可以让鼻子瞬间有立体感 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鼻子的走向和轮廓来画 好 画完了 我觉得有点看不清的感觉 接着我拿起了我淘宝20块钱的 Shanel Mirror照了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了眉毛和鼻影之后的效果 人一下就有精神了吧 下面到了眼影的部分 我们先用肤色或比肤色浅一点的眼影 给眼部打个底 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统一眼皮的肤色 二是它让眼皮更加干爽 这样后面的颜色更好熨染 不会结块 打完底之后 眼皮上面的暗沉啊毛血管啊就都没有了 接着用适合眼窝打底的棕色来加深一下眼窝 让眼睛更加深邃 你们看眼睛一下就有氛围了 接着换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从眼尾开始画上你喜欢的主色调 从眼尾开始不停地画呀画 晕啊晕 然后自然 然后带到眼窝 下眼皮的后半部分也要刷到 这样才会比较和谐 然后放大眼睛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接着换一把干净的晕染刷 把色块的边缘晕眼自然 新手不要担心 这样会把眼妆晕花晕眉 你就放心大胆的晕染 一定不要有色块的感觉 如果想突出眼睛的层次 可以把靠近眼皮的部分再加深一点 最后在眼皮中央点上 bling bling的颜色 这样眼睛的立体感立马出来了 下面让我们来画一条 自然又不失存在感的眼线 我个人认为眼线是眼妆中影响最大的部分 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改变你的眼型 弥补你眼型的不足之处 并且它可以让眼睛变得立刻有神 在眼线上盖一层散粉 可以有效地避免眼线晕妆 不要忘记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画完眼影和眼线之后的效果 整个人的眼神都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 你们看画过的眼睛 有神明媚上扬 没有画过的那边 无辜可爱清纯 在贴假睫毛之前 我们先把真睫毛夹一下 然后再把假睫毛贴上去 配音配到现在我已经快疯了 不常贴假睫毛的我看上去 技术还是不错的呢 然后再把这个下睫毛刷一下 刷刷刷 现在是刷腮红 开始刷腮红了 这个刷了腮红 我们的气色就变得更好了 然后是高光 先让鼻子挺起来 然后我找了把拥果的刷子 随便捶了捶 来刷一下眉弓鼓 总之刷高光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的五官更加立体 终于到了最后一步涂口红了 那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 对于我们这种薄唇 不建议把口红的边界涂得 太过明显和锋利 而是用手指或棉签 把边界运染一下 这样显得会更加自然和丰厚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The Power of Makeup 化妆的力量 我希望通过这支影片 让大家看到化妆的魔力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通过化妆 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和自信 这期视频的产品清单 我会放在公众号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内容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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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